客户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 来回打方向的时候 整个轮胎的附近 或者这个悬架这个附近 有一个卡崩卡崩 铁和铁碰撞的这种声音 特别响 特别刺耀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轮胎和悬架拆开看一下 到底什么原因 问题就在这里了 其实客户修这个问题 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 看在下壁 都是新的 包括减生器 他说他都找过了 但是问题一直没有找到 他这次找到我们 再找不到问题 就想把这个车子都卖掉 其实这个东西 维修起来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沙子 把这个轴层的接触面 进行打磨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轴层的接触面 打磨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车身上 这个接触面也要打磨一下 尤其是这边 看到没有 它都已经生锈了 所以要好好打磨一下 我们再给它整一点 这种比较好的黄油 给它抹上之后 再装回去 现在这个声音就是已经消失了 所以在发现这种 咔蹦咔蹦的响声 可以照这个视频处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